接下來就要介紹電流的計算公式 我們把它接起來有兩種接法 一種接法叫串聯 一種接法叫做並聯 所以公式有兩個 一個叫串聯公式 一個叫做並聯公式 剛才你跟你講過了 我在同一條路上的電流會怎樣 一樣 所以如果我在串聯的時候 電流都一樣 有一個電流一 有一個電流外 有一個電流三 這三個串在一起 三個電流通通都會一樣 就等於所謂的總電流 所以總電流會等於分電流 所以如果我串聯 有電阻一、電阻二、電阻三 電流一、電流二、電流三 三個電阻串聯 那三個電流通通都會一樣 那總電流也一樣 所以叫做 總電流跟分電流通通都相同 我們串聯的時候都相等 那如果是並聯呢 並聯就是相加 並聯就是相加 有一個電阻一、電阻二、電阻三 然後有一個電流一、電流二、電流三 三個是並聯的 那就是電流一加電流二加電流三 等於所謂的總電流 所以並聯的時候是相加 並聯的時候是相加 所以串聯的時候是相等 並聯的時候是相加 等一下 還會跟各位解釋一下為什麼 你就先把它給我記好、備好 那你就因為你備好的並聯公式 串聯公式 然後以後考試的時候 你看到它是串聯或病 你就知道該用什麼公式來算 所以請記住 串聯的時候電流串聯是怎樣 相等 並聯會怎麼樣 相加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 這就是我們的電流串聯跟並聯的公式 請你備好 那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們用燈泡做說明 那麼現在燈泡都擺在一起 都要同一條路上 剛才跟你講過了 同一條路就會怎麼樣 電流就會一樣 就會一樣 所以通通都相同 有人會用水管的水來說 我是同一根水管 串在一起 同一根水管 那麼水再流 這個流量都會怎麼樣 一樣 如果前面跑得快 後面跑得快 就會斷掉 那如果前面慢 後面快就會擠成一堆 可是它都沒有啊 大家都會怎麼樣 一樣 所以像同一條水管 我們的水流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電流也都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串聯的時候呢就會 相等 那如果是病聯呢 病聯就是好多條路嘛 好多條路 那麼 接在一起 但這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相加嘛 比如說我們說 我們這裡有個病聯 好 如果這邊呢 一秒鐘出來一庫人 這邊一秒鐘出來兩庫人 這邊一秒鐘出來三庫人 這個會合就變成幾庫人 一加二加三嘛 六庫人嘛 所以就加起來嘛 所以出來就加起來 所以呢 就是把它加起來 所以就是把它相加 用水管也是一樣 我有三支水管 會合在一起 這支水管一立方公尺 這支水管兩立方公尺 水管三立方公尺 會合變幾庫公尺 一加二加三嘛 加起來 所以病聯要怎麼樣 相加 所以會有人用那個水流水管 來跟你解釋 病聯或者是串聯 知道 串聯的時候要相等 病聯的時候要相加 病聯說要相加 請把公式記好 背好 以後會用到 OK 這裡有一個實驗 就告訴你 串聯的時候會相同 好 這上面兩個的是串聯的 底下一個總電源 那它的電阻值 它有給我一個電壓 然後呢 我去把它串聯接起來 我去量它 接上通路 我去量 我發現 上面7.5 7.5 底下也多少 7.5 這表示 串聯的時候 總電流跟分電源 電流都是相等的 那後面要做的是電壓 我們還沒有交 所以就不理它 然後呢 病聯的時候 就要怎麼辦 相加 病聯的時候就要相加 好 那就是 這是上下病聯 有電阻值 有電壓 然後呢 去病聯 然後就給它接上去 去量 情成通路 讓它有電流通過 上面15毫安 下面15毫安 合起來多少 30毫安 所以就是 病聯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病聯的時候 應該要的是相加 病聯的時候 要做的是相加 OK 這就是 那個 用 實驗的方式 告訴你 剛才的公式 串聯的時候 要相等 病聯的時候 要相加 這就是 你要備好的事情 電流串聯 跟病聯的公式 請你給我備好 OK